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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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 昨年第一次交易的第一口價 會由理事長和副理事長以競價形式成交一個二頭價 今日業務易場是全球唯一一間 仍然保留著公開艾價交易的黃金交易所 買賣九九兩莊黃金 去年更加大是慶祝成立了一百周年 賣賣場一百年的歷史 是見證香港發展的歷史 一百年以來香港從一個漁村 發展到更是更易的國際大都市 清末中國現代商業興起 催生了銀員銀票價匯對行業 在長江流域一帶叫做錢莊 在廣東一帶就叫做銀號 在香港開埠初期已經有銀號 根據歷史記載 1890年的時候大約有三十多銀號 踏入二十世紀初 黃金買賣更加成為當時最普及的金融活動 在一九一零年 香港金銀貿易場正式成立 當時大部分銀號店都在上環一帶舊樓 庫面很小 設計亦都很傳統 今晚五十年前 其實當時時主要 我所理解的主要 都是從事黃金白銀買賣 就是和紙幣兌換 如果你看歷史 當時時的銀行 基本上所有比較大的銀行 都是從事金銀買賣的 就算現在看回現時 在譬如貿易場的會員裏面 都是有銀行在 譬如恆生銀行 匯豐銀行 永朗銀行 如果再看回 再以前 其實有很多華資銀行 都是我們的會員 所以其實 我想法源 都是因為是銀行 所謂兌換方面的成立 變成有黃金買賣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 內地和香港之間 匯兌業務增加 亦都令到本港銀號代理的 兌換業務 錄得豐厚的盈利 但1941年12月 香港淪陷 本港的銀號被迫關閉 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本港戰後經濟迅速復原 銀號的生意恢復得很快 1946到49年 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 何善恆 就做了金銀業貿易場的理事長 隨著本港經濟發展 銀號開始轉型 成為了真正的銀行 之後幾屆的理事長 都是來自華資銀行的負責人 踏入70年代 湖漢輝被選為理事長 金銀貿易場 亦都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湖漢輝在行內被稱為香港金王 更加連任了七屆理事長的職位 直到1985年他過身為止 是貿易場成立以來 任期追長的理事長 湖漢輝年輕的時候在廣州讀中學 不過未畢業就考入了 當時的香港中國新聞學院 之後就從事新聞工作 組織了終身社 抗日戰爭爆發 由於讚寫抗日文章 一度被日軍通緝 後來湖漢輝結婚 回家鄉順德道隱居 日本投降之後 就決定投不從商 加入了金融業 抗戰時期他做過新聞工作 後期光復後 他回到香港 據我了解的資料 他曾經在一間所謂外匯 當時不是叫外匯 即是錢、銀 例如港幣對菲律賓籍 所謂的交易 做過一個學徒 我想做了一年之後 可能自己的興趣 有些改變 所以從事金融業務 特別是黃金方面 我想過去的歷史 就是香港或內地 中國來說 其實黃金、白銀交易 其實當時是 跟一些所謂外國貨幣 可以兌換 所以叫做外匯 湖漢輝在1950年 在港島區上環 成立利昌金店 經營和鑄造黃金買賣 由於他對金市預測準確 很快就在黃金業界享有明星 1955年已經成為貿易場的李監視 60年代之後 貿易場停止美元、日元的外幣交易 集中買賣兩莊金 本港的金市平穩發展之餘 但仍然停留在地區性的階段 70年代 香港經濟起飛 大興土木進行了基礎建設 亦都直接帶動金融市場 逐步走向國際化 之前香港限制黃金進出口的數量 但是由74年開始 隨著美國、日本自由開放政策 取消買賣限制 令到本港金市進入了高速發展期 我先父也是做貿易場參與的李監視 到後期70年應該就做了李市長 因為有這個時勢 全球都開放了 當時74年香港開放了之後 周圍列國 去估出香港作為一個黃金市場的優越地位 變成跑風跑西跑 五大洲都去運 包括雷南非、金礦又去 最主要是跟金箱、銀行、政要 推廣香港作為一個黃金市場 讓全球可以24小時買賣 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先父 其實英文不可以 很多時候用它的很普通 很普通 很…說不普通 很差的英文 都努力去嘗試推廣 五大洲都去過 非洲、南非、又去過礦場 去不同地方 例如在英國去黃金會議 去紐約也有 澳洲也有 我想其實當時她是 作為她的兒子 我也有份參與 可以這樣說 其實看得出 雖然她說她的英文不太好 她都盡量去推廣 我想這個是幾個難得之處 很多人會怕了 我不行的我不去了 胡京昌是胡漢輝的第三個兒子 七十年代在美國讀書 她說當時做父親出外訪問時的翻譯 直到八十年代就回香港 幫父親打理生意 主要是負責離昌的黃金業務 她在九四到九六年 被選為貿易場的理事長 也是唯一一對父子 同時出任過理事長這個職位 當時是有一番作為 你說是否後屆無人 後屆無人 其實是未必的 看回情況 通常是 凡親開始做一件事的時候 可能是很困難 也都剛剛那個時勢的問題 令到有一個時機的問題 令到她在過程裡 擔當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也都是考核方面 就是那個時勢 令到大家都有所謂 應該怎樣呢 應該是可以 應同了她 回顧香港過去一百年 金融業發展過程 華人可以在黃金市場佔一席位 但是早期要進軍證券市場 就有不少限制 其實早在一八九一年 香港已經有證券市場 二戰之後 更加成立香港證券交易所 但是就充滿了殖民地的色彩 由英國人管理 會員和上市公司都是英資企業 華人要加入十分之困難 但是隨著本港經濟發展 本地華資財團 相繼進軍證券業務 又成立了本地證券交易所 1969年底 李福兆、李福慶兩兄弟 連同其他九個華商一起 每人注資五萬元 成立了遠東證券交易所 交易所主要是面對華人和華商 為了方便華商 李福兆在股票交易的時候用中文 而不是好像以前的交易所 只是用英文 更加延長了交易時間 胡漢輝也在1969年成立了永富證券 兩年之後 由他領導的金銀貿易場 更加組建金銀證券交易所 並且做了主席 本港股票市場 開始進入所謂四會時代 之後跟著是金銀 我想在貿易場本身有行員 亦都希望做證券 所以當時也是在貿易場 成立了金銀證券交易所 先輔當時是有份去直接參與 所以就成立了之後 因為跟著還有九龍會 變成有四個會 四個證券交易所的時候 當時是很蓬勃 我想出現的問題就是 政府說不行 四個交易所 他很難管 我想是 希望有四會合一 變成由當時的四個交易所 變成一個 就是現在的聯合交易所 當時先輔直接參與了 亦都去做過度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聯交易所雖然未開業 但他已經選了他第一屆的主席 是 胡漢輝在1985年因為癌病過身 李福兆先當選為新主席 而聯合交易所 亦都在1986年4月正式開業 本港額股票交易進入了電腦時代 胡漢輝的太太 為何這麼大年紀 仍然要繼續經營證券業務 而金銀貿易場成立100年之後 未來又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下一節回來再看 胡漢輝的太太年紀超過80歲 但她永不言憂 經常都回到中環 她丈夫成立一間證券行 原來她從事證券這一行 都是中途出的 我看一間私下教書 我看見有進階學校 待遇好些 所以我就轉去進階學校 所以我就不做 跟出跟入 胡漢輝那時出事 在訓練那裡 胡漢輝說 胡漢輝在七十年代 開拓股票業務 但主力仍然在黃金方面 胡漢輝有時 以前有一個客人 因為那時有做公經理 有其他伙計 有一個客人 集中都是在利窗那邊 在金舖那邊 即是胡漢輝喜歡做金舖那邊 多數在那邊 因為事實 金舖是早期開的 五幾年 五一年至五零年 我們這裏七一 因為有了金銀賣場 就知道 人們說 人家遠中都有 不然你為何不做股票 然後才有金銀政圈 加利索 以前沒有的 剛才興奮送一隻銀碟 多數是我經手做的 當我賣場給我一個牌 我是公關 在胡太心目中 胡漢輝精力過人 在八十年代初 經常去外國訪問 目的就是推廣香港的金融市場 拜訪回來 今早飛機到香港 即時就回公司 不會說有 即時差也沒有 不過我覺得 這樣的時差 看你的人怎樣看 現在我也是 譬如你專心做一件事 天神集中在那裡 你的眼睛都忘記了 胡太太現在仍然未有計劃退休 很多時都會回去公司 逗留一段時間 了解一下市場的變化 真是很難做 現在已經是銀碟 以前做開了 已經是很難做 現在殺橫格鬥 老實說 我已經做開了 也有這麼多 舊同事在那裡 就無謂了 你叫他現在出來找 真的很難 以前我都說不出來 那些客人說 老實 胡先生死了 你不知道其他人怎樣 那些客人說 胡太太你出來 我只是來 就是人家賞面 至於胡漢輝所創辦 黃金買賣業務 就由胡京昌繼承下去 他仍然在做貿易場的 永遠名譽會長 親身經歷三十年以來的 金氏起跌 黃金最旺盛的時 在香港來說 應該是在80年代 因為那時真的很厲害 但因為過了82、83年開始 其實黃金開始 就比較淨了下來 這不是香港問題 全球問題 全球都是這樣的 又淨了十幾年 我想大概是六、七、八年前 八至十年前開始 黃金是由低位 但當時美金二百六十元 美金一盎司 就回復升上來 升到今時今日 其實就真的 又是真的沒有人相信 現在看著也沒有人相信 各個跌了眼鏡 國際金價屢創新高 胡京昌根據他的經驗 指出金價升跌是港公求 而影響公求就有三個主要因素 黃金能否保值 在金融體系扮演什麼角色 在動盪時期 黃金發揮幾大價影響力 金價升得那麼快 升得那麼急 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金融體系 全球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很坦白 到今時今日 其實都未搞定 OK 所以這個 如果長遠來看 或者中短期來看 其實這個都未解決 這個變成一個比例 一個重大的因素 第二 保護保值 其實現在一樣 只用了金融風暴 之後 每個人都要找些實物來拿 去投資 這個也幫到他 因為金融體系出現了 令很多莫家 本身原本是賣黃金的 現在他都要買回 去保護自己 我們曾經見過 現在很多十幾年前 亦都發覺 亞洲金融風暴 我們看到 其實很多國家 發覺自己要用黃金 去保護自己的幣值 胡漢輝一生都跟黃金打交道 但在他的圍著 香港黃金市場 就提到1979年的一個真實故事 他是嚴禁金舖的員工炒金的 不知道就要被炒魷魚 但他知道有一個同事 每個月出糧的時候 都會買一兩黃金 十年餘一日 當時已經有一百兩金 這種腳踏實地的投資黃金方法 小市民可以借鏡 有次坐的士 金人問他 不如我不做的士司機 不如我去炒 金那邊 山底千萬不要 正當的職業 就是做司機 駕車 他說你知不知人家炒 是火自邊做個小 越炒就越少 那些人見錢 那些人見錢 第一次坐的士 就是講金那邊 炒金那邊 我們金那邊的伙計都不差 你有錢 我們都是 有錢就買這麼多 你做什麼做 雖然我估計市價錢跌 你借錢的話 又蝕息又蝕價 最純潔 有這麼多就買這麼多 全球黃金市場經歷大牛市 本港金市亦有新發展機遇 由於人民幣要走向國際化 金管局在幾個月前 和人民銀行簽訂人民幣業務清算新協議 政策上開了綠燈 做就香港可以發展人民幣的黃金業務 雅硬慶祝日百周年駕金行業貿易場 看準投資市場的需求 積極研究 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價 國際黃金合約 是100年以來 業務上其中一個價還要轉變 人民幣國際化 絕對相信需要很多商品或產品 來配合人民幣的發展 令國際化暢順很多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 預期用什麼產品 能夠比較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呢 我們想一下黃金 是一個國際認可的商品 所以用黃金 去配合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 或者起碼現在 香港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 發展人民幣業務 我們推出國際認可的商品 就應該是挺配合的 今次推出的新業務 除了會用人民幣計價之外 計價單位 亦都由過往的兩 改為國際通融的公斤 和內地交易所銜接 吸引內地投資者 國際的實金交易 往往在四條狗 都是採用公斤條 基督巴的 上海黃金交易所 他們用黑 整個國內都用黑來計價 我們為了配合這個層面 我們都用黑來為人民幣公斤條 去計價 上海交易所目前 已經提供人民幣計價 黃金買賣合約 金銀貿易場認為 推出有關產品 能夠與上海互補優勢 本港現時 已經是全球三大黃金市場之一 如果成功拓展人民幣黃金合約 將會有助進一步鞏固 黃金交易中心的地位 我們的成交額大概就是 三百多萬到四百萬安士 現在現有的成交額 大概就是四百多億港幣 每一天 我們估計希望人民幣 這個報價的金層出來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增長到百分之二十 我們希望去到四百五百萬安士 三二一 Happy Birthday 祝金銀貿易場賣開新的一個世紀 小愛 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鮑喜靜 在那剎那來講 自己當然會覺得很開心 有一下感覺好像覺得 哎呀 上天勸故了我 其實我很快就會明白到 這些所有的名利 虛名 其實都是暫時的 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 一位平民影后 所演的新奴媽媽角色 發揮得淋漓盡致 全因為她有著認真工作 經驗熬業的精神 和戲中的角色一樣 每當遇上逆境 從不放棄 坦而面對 請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